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第3105集 你哥他不仅没死,还是一位道门大师呢? 张凡说出了肯定的答案 在奇德山兄弟宫主兄的位置 轮绕着十分浓郁的道家气息 奇德山则是越发吃惊了 居然还是一位道门大师啊 不仅如此 你哥还有一些特殊性 特殊性?什么特殊性啊? 通过你的面相不足以让我做出准确判断 所以我才想见见你哥 张凡再次在奇德山的脸上打量一眼 奇德山父母公主妇的位置 呈现了下螺旋形的凹陷 给人一种虚晃的感觉 能给天玄神像镜的张凡这种虚晃的感觉的 绝非是常人 哎,可惜 我也不知道我哥在哪啊 没事 不知道那就算了 不过 我也是在没想到 我哥他还在人世啊 奇德山有一些唏嘘 声音里面还带着一丝兴奋 在他的记忆里 他哥对他很好 他们小时候很穷 物质匮乏 有了什么好东西 他哥都会留给他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一定要找到这个尚在人世的哥哥 张先生 等我找到我哥之后 我再联系你 到时候您再和他聊聊 嗯,可以 中午的饭菜很是丰盛 张凡和奇德山在奇德山家里面吃完了饭 便一同去了流沙江了 流沙江水流湍急 冬季也不会结冰 在流沙江平原的位置 就了一座发电大坝 而那藏匿着莽龙区的位置 就在大坝北侧的一公里的地方 流沙江的旁边是人民公园 虽然现在是冬季 但是人还是不少 吉德山带着张凡 直接便去了大坝北侧一公里的位置 对张凡说道 咱们从这个位置下去 游动到江面中间位置以后 一直往下前 就可以抵达藏匿了真龙区的第一道关卡了 那咱们下水 嗯 两个人不再耽搁 纵身便是一跃 虽然江水很是冰凉 但对于张凡和奇德山这样的修行者来说呢 也根本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源源不断的蒸汽 便可以抵消这种冰凉 很快 两人便下潜到了将近五十米深的江底 在他们脚下是一个直径两米左右的汉白玉圆盘 不过这汉白玉盘呢 已经十分的残破了 能够隐隐地看到 上面之前叼着一只猛龙 这里便是第一道关卡 透过这道关卡 就可以进入藏匿猛龙区的空间 那你当初有跨过这个关卡吗 跨过了 用的什么办法 吉德山刚想回答 二人忽然感受到 正上方传出了一股浓郁道气 二人不禁抬头望了一眼 迎面落下的是一个看起来三十五六岁 身材中等踢着寸头 模样颇为严肃的男子 此人实力 第二境第八顿 当他感应到张凡的气息后 瞳孔萎缩 望向张凡的眼神里 闪过了一抹惊诧 原本凌厉的眼神也变得柔和了不少 他怕挨张凡的揍 毕竟他的实力是不如张凡的 寸头男子缓缓落在了 有些残破的汉白玉之上 朝着张凡和齐德山点头微笑 寸头男子私下里面看了一眼 纵身一跃 便朝水面游去了 张凡也没理他 继续问向齐德山 继续说 怎么打开低道关卡 齐德山看了看张凡 提起体内倒气 分别便注入了汉白玉浮雕的龙眼之中 在倒气的激发之下 两只浮雕莽龙眼中亮出了一抹黄光了 随后便看到齐德山从包中掏出两颗野山身 轻轻一弹 两个野山身便静止飞向了浮雕莽龙眼的位置 在野山身接触到黄光的那一瞬 瞬间便化作了黄白色的飞灰 被浮雕莽龙眼吸入其内 而这时候张凡脚下的汉白玉开始剧烈晃动 发出了龙龙巨响 齐德山赶紧说道 张先生 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 一会儿这汉白玉便会塌下去了 好 张凡下意识看了眼脚下 可龙龙之声持续了一分钟 直到声音停止 汉白玉不再晃动 那汉白玉也不曾塌下 那浮雕莽龙眼的黄色光芒也是脸去了 恢复成了原本的样子 张凡正想开口发问 齐德山则已经疑惑地到了浮雕莽龙眼的身前 轻声地嘀咕道 这咋回事 这怎么不灵了呀 他足足大量地得有一分钟的时间 满脸都是疑惑 张凡则又问 你上次就是用了这样的方法 打开了地道关卡吗 是啊 可这次这怎么就不行了呀 这个方法你从哪获得的 哦 是住在刘沙江旁的一个老头那边听说的 他家里有一本老书 给老书里面记载了打开这道关卡的方法 并且 我之前用这个方法 曾经成功地打开过两次呢 那 咱们先上去 启德山点头 他可不像张凡有龟西宫 脸颊此时已经憋得通红 说话的声音都有一些发颤 得出去换口气了 呃 好 启德山也想出去换气 可是始终是没好意思开口 二人游到了岸上 蒸干了身上的水汽 坐在了公园里面的阳光下的长椅上 我上次来的时候 这汗白玉石非常的精美 根本不是现在这一副残破不堪的样子 在我得知 用人神开启关卡的方法之前呢 我也曾经使用过蛮力 我那个时候的实力虽然不如您 但是也是第三境第一段巅峰 在我全力攻击之下 这汗白玉石根本不会有半分的损耗 您这实力 可能使用蛮力也是破不开的 现在这汗白玉石却发生了损坏 可能不仅伤到了表面 就连里面的机关也出了问题 所以才会导致原本的方法行不通了 启德山做出了推测 张凡看了看他 说道 可能是这样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想要再用巧的办法打开 就需要了解里面的机关构造 诶 那本老书里面 有记载着汗白玉里面的机关构造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